尖酸刻薄的攻击 我们也反对 那我们知道 做事情非常难 要骂人很容易 是不是 那么今天 台湾面临的很多的情势复杂 尤其是大陆这个 威胁武嚇 这个排山倒海而来 做个首都市长 是要能做事的 要承担责任 要能经得起各种批评谩骂的 那么我想 今天这个市长选票 我们应该 对阿公部长 阿中部长有公道 我先讲到这里 好 谢谢曹董事长 那接着是不是请陈部长 您有没有什么样的 一个感想 回应 谢谢 谢谢黄社长 也谢谢曹董事长 我想曹董事长愿意出来帮我讲几句公道话 那我也非常的感谢 那不过从刚才 那个社长的介绍 曹董事长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企业家 那不多不少的时候 什么家不高不低的一个佛学家 现在是不得不说 我要几个方面看到曹董事长是一个中道 而且批评事情讲道理都是一个 应该说不多不少 这些都应该是恰到好处 恰到好处 所以非常谢谢曹董 那其实前两天我在辩论的时候 也抒发了一些自己的心情 我觉得在疫情这两年大家都非常紧张 都非常的紧绷 可是现在疫情毕竟就要过去了 我们应该要更多的时间要往前看 那如果回头去看 其实我们大家的努力 还是造就了一个同岛一命的共同体 大家攜手防疫 那彼此扶持 让台湾在防疫上面 事实上是一个世界的典范 所以刚刚来看到 就是事实上在我们的百万死亡率里面来看 大概是最好的前四名 那纵使以超额死亡率 也大概是大概前二名前三名 事实上这个成绩事实上不算差 那大家一起努力所走过来的 那为了选举 昨天我也讲说为了选举 更严格来讲 就是说可能是因为我的参选 所以这个防疫的成绩 几乎被扭曲打压这个有心人 打压成变成是一个邪恶的痕迹 在这里我还是要讲 在那天辩论会一样的话 我说这个防疫是他全民的一个努力的成果 这样的一个光荣的印记 也不容有心人来做磨灭 那当然我觉得更重要是在疫后 大家怎么样去做相关的努力 台湾其实在这段时间 其实被世界看到了 在防疫在公共卫生史上 未来也会被列入比 那在这样的一个可贵的时候 我们应该更发挥台湾跟里面相近的国家 一起来做努力 那昨天我到新竹到苗栗的时候 其实我也跟大家在分享这样的一个心得 什么样的一个心得 其实这次在防疫上面的一个打压 其实我在内心的深处里面 我其实又看到另外一个阴影 其实这是一个 也是一个相对的认知战 相对的认知战 在台湾这样子要起来的时候 那必然就有一位相当的一个 比较不好的一个势力 就想说把台湾打下来 让我们自己上市对自己的一个信心 我还是要强调 我们防疫是大家的努力的成果 我们应该不应该要妄置非勃 那怎么样把自己的脚步站稳 然后跟世界展现公卫的一个实力 那未来在公卫时上 我们也要就是说尽我们的力量 可以帮助其他的国家 让全世界的健康都能够更进步 我们看见这是记者会持续在进行当中 曹青城说台湾在防疫 国际有九十几分的好成绩 并不差 但是选战却被污蔑成这样 这选风遏职受到了侮辱 陈志忠也为自己说话 还有尽责 被这样说实在不够空平 他也觉得让医护受到了委屈